林毅是他認罪了 但是在昨天的偵訊當中 他還自清自白說 他沒有做這件事情 但是爆料的照片 爆料的錄音帶 一樣一樣的呈現出來 使得他非認罪不可 帝勇負責人陳啟祥 他一個完美的計謀 這個完美的計謀當中 含了什麼樣的意義呢 鍾伯 這完美的計謀當中 陳啟祥已經這個 檢方前天的時候 有去直接要去找他了 但是這過程當中 他好像都已經安排好了 他的三部曲 陳啟祥設了一個瓮 他想要來個瓮中桌邊 他心裡想 你知道他的綽號叫什麼 叫狗仔祥 狗仔祥 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 你們別笑 他很厲害 他設下一個圈套 勾引你上勾之後 然後在秘密收集你的一些 不法式陣 到時候反過來用這個來要挾你 所以他叫狗仔祥 這一次他跟林醫師兩個這樣子對招 結果林醫師這次可以說是徹底打敗了 輸了 我跟各位講 狗仔祥 陳啟祥 他在投訴了週刊完畢之後 他接下來當然知道他要必須跟檢察官碰面 對 他的原本預期是要在7月初 可是他必須在這段期間先神隱起來 神隱在哪 五星級的飯店 很妙耶 台北 台北 你知道嗎 這兩個地方距離我們刑事局才多遠 400公尺 距離隔壁的那個信義分局才多遠 最危險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沒錯 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他要躲在五星級飯店裡頭 因為在五星級裡頭 有一個所謂的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 實行立責 如果一旦我在裡頭 你今天要來居體我也好 逮捕也好什麼的 你都必須要 比方說是觀光局的人來陪同 或者你必須要具體的犯罪事證 這個等於是不是無形中形成了一個隱形的保護槍 跟以前的犯罪不一樣 以前那高天明 陳靜心都是跑到深山裡面去 什麼什麼 比方說像惡龍張錫民 當初他不是跟警察在槍戰的時候 也是在公寮裡頭 鐵皮屋裡頭嘛 對不對 對 好 那話說那天這個特徵組的檢察官 還有檢察事務官一行七人 他們就來到了這個所謂的愛美 韓社愛美的一個五星級飯店 檢察官比方說就是彭華幹 他其實今天就是蔡宏人 他到了之後他馬上就向飯店提出他的需求 對不起 我們今天是要來查起一位人犯 請問有沒有這個人在 如果有這個人的話 請你們配合我們 這時候飯店的人就告訴 就很婉轉的告訴警察 就告訴他說 對不起 根據我們所謂的觀光旅館 因為管理規則實行細則 你必須要有觀光局的人陪同 那意思就是說 貴飯店不能夠配合 我們帶了搜索票以及拘票錢來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就是五星級飯店 我們必須就是要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事務官 他們還是不配合 是不是 好 來 我親自打電話 三張黎派出所 請問你們線上的人員 現在到韓社艾美酒店來協助辦案 因為當時特徵組的檢察官在現場 他們為了要保密 他們要讓這次的行動是秘密的 他們都沒有找警察 所以沒有通知當地的警方 對 都是檢察官 檢察事務官 可這時候不行 僵了嘛 飯店就不讓你通行嘛 他就打電話給新一分局的三張黎派出所 結果三張黎派出所一聽到簡作 OK 副主管加上兩名警員 就通通通就跑到了這個艾美酒店了 一到之後呢 報告剪座 請問什麼任務 他也不講 不講喔 好 他們一行人就上了五樓 因為他們是在501號房嘛 上了五樓 結果檢察官就跟這三個 包括一個副主管 這兩個警察 你們去守電梯 守電梯耶 好不好 警察守電梯 我們就在這裡守電梯 好啦 這時候剪座要幹嘛 要入門了吧 員警們 你們等一下 叮咚 叮咚 好 這個時候呢 裡面的人呢 不開門 不開門 對 裡面的人就是陳啟祥 不開門 再按一次 叮咚 還是不開 好 不開門之後呢 結果呢 警察官就開始跟裡面的人喊話 就講啊 我已經知道你們是誰啦 我們現在來 你查到這啦 我們用什麼 像有沒有 M 化定位冊 都查到就是你們啦 開門啦 不是 帶了鞠票啦 對 陳啟祥先生 如果你在不開門的話 那對不起 我們就依法執行任務了 這個警員 來 沒有 結果這時候呢 他就叫飯店的人 那飯店的人就拿備用鑰匙 就我們講的房卡 就這樣 一刷 門開了 就門開了 不妙 因為呢 他們裡面的人 為了拖延時間 就把鐵鍊給 有上鐵鍊 內鎖 鎖起來 這時候 鐵鍊都出動了 咔嚓一剪 剪一般衝進去 我告訴你 檢然官衝進去看到的場景 那才真認人傻眼了 看到的場景真認人傻眼 為什麼傻眼 因為進去的時候 你不是只有看到陳啟祥 我們能夠確定陳啟祥在裡面 對不對 還有他的女朋友 但是還有最重要的 就是三位律師都在裡面 在裡面做什麼呢 在裡面沙盤推遠 準備要怎麼打這場仗 所以有顧力雄 匾家運務律師大家都知道 柯永成 施改會的人權律師 很有名的 還有黃帝穎 現在最近宇昌案 也很有名的 這三位律師 大家知不知道在裡面 房間裡面的情況 501號房裡面的情況是什麼 這三位都有小酌 其中一位微薰 他們還認為說 為什麼今天特徵組的檢察官 會直接帶著事務官到這邊來抓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承報 我們是自首的 結果到了這個地方 直接到飯店裡面 五星級飯店裡面來抓人 這實在太不給我們律師面子了 所以其中有一個人 你知道那個現場的形容是什麼 律師跟著檢察官 一路炒回特徵組 所以說你說今天這個場面 原來是這麼樣的高潮點擊 這是外人所不知道的情況 華乾剛剛提到一個外人 所不知道的情況 這三位律師在這飯店裡面 陳啟祥他們已經被剪開了 檢察官進去了 但是鍾伯他們講了一句話 他們要幹什麼 對 他們說 我們不是已經自首了嗎 為什麼你們還 檢察官帶了鞠票到裡面 他居然說他自首了 對啊 你怎麼陣仗還這麼龐大的 要來居體是不是 他覺得檢察官這樣做 他覺得特徵組的這些人 很不道德 那其實我補充剛剛幹哥 所講的一件事情 其實他們不是微醺嗎 其中還傳出有個人喝醉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慶功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很開心 因為他們已經這三部曲 已經都背好了 他們覺得我們這個旺 都已經做得這麼好了 憋都進了 對 都要殺憋了 為什麼 因為你意思完了嘛 你懂我意思嗎 好 結果當然這是 有人這麼解讀 那可是呢 這義山還有義山高 特徵組的檢察官心裡想 你以為大家都要找你劇本走啊 我就來給你改劇本 就拿 突然利用那個什麼N型化自動車 定位車 然後結果找到陳啟祥他們 就來 就砰 6月29號 禮拜五 晚上9點耶 就殺過去 就剛剛我們那一段 結果呢 律師就講 他說 檢察官說 我們這個陳啟祥的地狀自首 就自首狀 我們 早就已經交給你了 26日就有收文章了嘛 是不是 那檢察官就說 你只是給我們自首狀 你人又沒有來 對 你人又沒有來 這算哪門 是自首 檢察官就這樣 就說我告訴你 我們有給你傳票喔 在6月27號就給你檢視傳票囉 你們陳家人收了 可是卻不出現 沒有叫陳啟祥來 6月28我們再次發出正式傳票 那陳啟祥29日上午10點到晚 你還是不出現 29號 砰 我就去提你了 結果呢 就剛剛回到我們那一段 晚上9點 到了這個愛美酒店 檢察官就告訴你們 你們這算哪門子自首 所以他雖然拿了自首 說他要自首了 但是這算哪門子的自首 所以現在兩邊各說各話嘛 這個陳啟祥這邊的律師講說 這就是算自首 可是特診組發言人這邊已經講了 說這不算自首 但是 我們可以注意到 一件事情 在這次的居體過程當中呢 科技 占了一個非常大的角色 M化定位 這是一部非常先進的車 這部車呢 定位到陳景祥在哪一個飯店 在哪一個樓層 警方 檢方很順利的上去 拘捕到他 華蓋 這個M化設備 是什麼樣的設備呢 M化定位車簡單講 他就是一種什麼樣的設備呢 他完全是科技化的產品 叫做M化網路偵查 行動電話定位系統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他就是一部車子 外觀跟我們一般電視台的SNG車 沒有兩樣 就是一部相形車 但是這部車貴達3000萬 是一般SNG車的三倍 為什麼 因為他有最先進的定位儀器 我們簡單講 就是說 他今天在接到任務指示命令的時候 他出來的時候 他是依據兩樣東西 就是說 一個是IMSI 什麼叫IMSI呢 IMSI就是 行動電話裡面的什麼 SIM卡 SIM卡它有識別碼 只要你開機 不開機則已 一旦開機 我就可以鎖到你在任何位置 我都可以鎖得到 所以說這個IMSI這個卡之外 還有一個IMEI是什麼 就是手機本身的序號 也就是說 一個SIM卡識別碼 跟手機序號 兩樣相輔相成 只要它鎖定到你的位置 慢慢接近 慢慢接近 我跟你講很簡單 我們來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 我們都有看到 常安有看到電影裡面 我們在探測金屬的時候 用金屬探測器 對不對 你一定會聽到那個聲音是 B B B 對不對 然後越接近的時候 是B B 對不對 在它的上面的時候 一定是B B B 很大聲對不對 OK 它這個M化定位車 就是它的天線打開的時候 它用風鳴器接收聲音 等到它越來越靠近的時候 它就會B B 做響 等於什麼 等於是這個人 就在這個房間後面 只有一公尺 最大範圍誤差 可以到一公尺 這麼小的距離之內 我這個給補充觀眾 給一個小嘗試 你的手機一旦掉了 你就去報警 然後呢 你只要告訴警察 你的手機需要 就是IMEI 警察就可以憑著這個需要 把你遺失的手機給找回來 那個是用基地台來定位嗎 沒有 那個就是單純是憑手機序號 對 所以我們看到說 它一開始 它在信義區的時候 M化定位車開出來之後 依據我剛剛講的這兩個 打回到基地台 基地台再發車回衛星 這樣子一個很簡單的流程 我們講看似簡單 事實上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雖然是高科技的產品 沒有錯 但是它也必須直接在 陳啟祥或他的女朋友有開機 還有最重要的一個破案 就是說能夠抓到陳啟祥的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這些都已經齊備了 能夠知道陳啟祥真正的位置了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說有計程車司機有載到陳啟祥本人 計程車司機載到陳啟祥本人 載到陳啟祥本人 所以就有去報案 讓警方知道說陳啟祥進到了這個範圍之內 對 而這個範圍之內 兩家酒店 兩家酒店 你為什麼你要 比如說它從韓社愛美 要到W Hotel 各位 那只有400公尺而已 你竟然要坐計程車 你走路就可以到 你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司機覺得很怪異 就跟警方報案說 我好像認出這個人 結果陳啟祥 警方還半信半疑 回到剛剛我們跟中國討論的那個 為什麼 警方還不知道那是真的 陳啟祥或是假的 因為他只聽到計程車司機的報案 的報案 但是他們不敢確定 結果那個時候 太證署警察官蔡宏人已經叫 派出所警員過來了 所以互相應證 終於成功逮捕 陳啟祥 他被檢方拘捕了 陳啟祥 他身上隨時都帶了一支錄音筆 狗阿翔揭秘 廣告回來 告訴你